没车 没车 还是没车 离风时间整排U-bike停车住 却一车难求 好不容易找到唯一一台 却也根本是坏掉的不能骑 U-bike站几乎都是没有车 或是只剩下一台 然后我们就要火速下来抢 然后有时候赶下来之后就变零台 因为就突然被借走了 民众想借车不止碰运气 还得拼手速 甚至还有人出奥波 准备好几张悠悠卡 每次骑车都变成免费 还会制造车辆坏掉的假象 只为了霸占得来不易的脚踏车 为了要霸住那个车 他会故意把椅垫反转 假装他是坏掉的 我觉得是车不够 还有现在可能 因为前30分钟免费之后 可见U-bike难借程度 已经超乎想象 而从2月28号开始 北市U-bike前30分钟 免费政策又恢复上路 车辆数真的够用吗 还没有免费的时候 就已经借不到了 免费的情况下更借不到 尤其你看旁边 都已经没有什么车了 228开始实施前30分钟免费 然后我们到105年年底 才逐步去补足 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差 到底要怎么样 去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能够接受 台北市府也点出几个站点 比较难借车 建车率大概只有87% 包含学生族群 众多的公馆站 还有大安向山站 1号2号出口 往往都只剩下一两台车可用 蒋安表示 希望能把建车率提高到90% 我们今年就会新增6000辆的U-bike 那接下来的两年到115年 会增加12000辆 达到27500辆的U-bike 那我们这些都会随时滚动的调整 必要的时候 我们会紧急着来做一些应变跟调路 U-bike虽说变明 市府推出前30分钟免费 但是配套措施没跟上 恐怕也只是让市民们看得到 吃不到 三选菜与中家